明年1月4号由香港电台主办的十大中文金曲即将盛大展开 而11月21日也特别举办节目记者会 歌手郑馨仪、许婷坑、郑俊宏和连世雅等都一一出席 今年在音乐上留有突破的郑馨仪也是得奖的热门之一 她自己也表示对于拿奖相当有信心 当然希望有机会啦 但是也不想太多了 因为其实到最终都是不知道会是怎样 所以最重要是我去年开始我参加所有颁奖礼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很开心 因为越来越在这个乐坛里面觉得舒服 越来越多的朋友 所以每一次参加这个颁奖礼的时候 真的好像开party一样 爸爸正上秋明年要开演唱会 听说要邀请女儿当嘉宾表演劈腿 欣仪一会儿来和大家说说是怎么一回事呀 什么是劈腿 无所谓啦 爸爸要的我都会出现的 和心仪关系密切的许亭坑这次同台出席活动 大家可记得上次你说会在圣诞有重要消息公布哟 我跟Joyce有圣诞节有什么要爆料吗 恭喜你啊 为什么 有什么约定 想不起来耶 他说的吗 他说 他乱说 有吗 有吗 应该开玩笑而已啊 对不起大家 大家都有精彩心头 我放了错误的资料 我会小心 我还要真的约一下 什么 约信仪过圣诞 约信仪过圣诞 好啊 没关系啊 都是吃吧 人气也颇高的连诗亚 面对是否能拿奖就抱了一颗平常心 但比起她的成绩 媒体似乎对她的好友关 那是否怀老二胎更感兴趣 志亚也替好友做了解释 其实我是最近听到记者们问我才知道有这个报道 然后我都没有听她说过 然后其实我自己也没有去问她 我觉得我自己就觉得可能就是拍照的角度问题吧 所以我就没有去问她了